那好我们继续 能讲一下排序那块吗 我在我公众号里头 已经发了无数次的 数据结构和算法的内容了 有时间的话 从那看去 在咱们这个课堂上就不讲排序了 公众号有 排序已经讲完8种了 一共有10种 已经讲完8种了 后面还有一种堆排序 是要讲完二叉数才有 去那上面看 公众号里就有 或者你 问一下马晓二 咱们我们网站上也有 咱们网站上也有 好看这里不多说了 来 现在呢 我现在对猫可以进行排序了 对吧 我这sorter lay呢 感觉自己很完美 完美了一些 可是很不幸的是 我现在想让你对狗进行排序 你该怎么做 有同学说来 我再写一个sorter方法 我再写一sort方法 传dog lay 行 我还想让你这个sorter方法呢 sorter方法呢 对鹅进行排序 对蛇进行排序 对车进行排序 对程序严进行排序 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你在这里面写死这个类型的话 是肯定不行的 对不对啊 你如果想对将来的一些个所有的类型进行排序 那只有一种写法咯 那就是写成 object 如果你写成object的问题就来了 你这object里边可是没有这个compare to方法的呀 你怎么去调它的这个compare to方法呢 什么样的类型的东西 我才能对它进行排序呢 好 很简单 我们这么来写 我要求 所有 要用我sorter类进行排序的 请你必须实现一个接口 里边必须有一个compare to方法 当然 你可以去实现 我就不敲自己的了 好吧 因为你直接去实现 java length comparable接口就可以了 好 注意看啊 我下面改成comparable的这个写法 那么该怎么做呢 sorter类我对 comparable 这种速度进行排序 就可以了 你任何人 想让我进行排序 麻烦你 自己去实现comparable接口 它里边是有compare to方法的 comparable comparable 看这里 它里面是有一个compare to方法的 并且呢 这个compare to方法 它的返回值 我们来看一眼 返回值 return 看这里 他说a negative integer zero or a positive integer as this object is less than equal to or greater than the specified object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返回的 应该是一个负值 零 或者是一个正值 分别代表当前对象小于等于或大于你传进来的那个对象 OK 我们要不要写一个自己的comparable方法来教大家使用一下范形啊 需要吗 给大家写一下吧 万一有同学不理解这个范形 中间就有又有麻烦啊 手盒说需要 嗯 来看这里 我来一个自己写的comparable 你有一个interface 这个 是我们自己定义的comparable 不要跟javelin的comparable混了 好吧 然后在我们sorter里面引入的时候 需要注意我们引入的是自己的这个comparable 鼠标移上去 你会看到啊 comma是定义strategy下面的comparable 然后在这个comparable里面呢 我们也学里边定义一个compare to方法 public写不写都没关系 interface里面默认就是public 所以它反为之int compare to compare to 你定义这个接口 compare to 你只能写 object 你才能够和任意的对象来进行比较 因为所有的所有的类都是object子类 object o 如果在没有使用范形的情况下 行了 当我们使用 当我们使用这个sort方法的时候 直接写comparable 就可以了 实现了任何comparable接口的类 它一定有compare to方法 那行 在我们cat里面 在我们cat里边我就可以我就可以这么写了 cat 不能写一个tence implements comparable 是我们自己的comparable 好 自己comparable需要定义compare to方法 但是这个compare to方法你看到我们只能写object 你不能写cat 因为它要求的就是一个object 那明确的知道我们传进来的是要和一个object的类型来进行比较 这种写法我怎么办呢 我只能这么写 cat 叫做o吧 c 等于 做情绪转换 cat o 然后才能够用wait进行互相之间的比较 如果要对狗进行排序的话 来只狗 你有一个新的class dog 好 他也要去实现 implements comparable 实现compare to方法 同样的 你要和狗啊 我们定义一个狗的属性 狗有什么属性啊 饭量 food amount 就叫负的 饭量 饭量大的狗 算大 饭量小的狗算小 就这么简单 好吧 里边传的还是一个object 怎么办 只能对它进行先进行强势转换啊 jobd等于 jobo return 判断啊 if 这些写 拍算写惯了 括号老想省略啊 if this their food 小于 o their food d food sorry d food return -1 其他的情况呢 else return 零 行 我就写好了 这样我狗也可以进行排序了 我来实验一下 sorter 在main方法里面啊 不用改sorter了 现在 sorter已经不用再改了 我们只要 改我们的输入就可以了 a等于 new dog 没有写dog的带参数的构造方法 写出来 dog into food 好嘞 food 等于 food 好嘞 new dog 3 new dog 5 new dog 1 大家 你会看世界会变得比较美好 为什么 因为你sorter 那个类 中云 坏了 因为我忘了写tostring了 写上tostring alt insert 找到tostring 点OK 搞定 重新执行 好 好 你会看到 多个1 35 又排好顺序了 现在你这个sorter啊 很美好 发现了吧 sorter很美好 因为你定好了之后呢 只要任何一个类想让我来对它进行排序 想让sorter 这个方法来对它进行排序 你只要自己去实现comparable接口 就可以了 那好 但这里面的写法也比较别扭 别扭在什么地方呢 别扭在我每次都要进行强制转换 那如果这个类型万一传进来的不是狗的类型 是别的类型 我狗和它进行比较吗 一转一转的话就马上报exception了 所以这种写法呢 还不是很完美 因此可以采用Java里面的范形的写法 范形的写法怎么写呢 就是我在定义comparable接口的时候 看这里 我同时写一个t 写一个t的意思就是 谁在用我这接口的时候 请你指定自己需要的这个类型 然后在我这个接口里边 凡是看到t的地方 就把你这个类型给你替换过来 你比如说谁要用我这接口 猫要用 请你指定你要跟猫比写cat 那这里就变成cat 狗要用 这里你给我传进来dog 那么这里就变成dog 好直接写啊 好看这里 在dog里面 implements comparable 直接写dog 就是我只和狗的这个类型比较 dog 好那下面就不用再 直接倒个地就行了 都不用转换了 是吧 好看懂这意思了吗 在这里用范形的话 我就可以完完全全的 就不再指定那个具体的object 也不再指定类型转换了 猫也一样 implements comparable 当然你不指定啊 不指定默认就是object 你最好是指定它 cat 它帮你做类型的检查 传进来的cat 传进来的要不是cat的话 它马上就会报错 直接写say就行了 delete 所以这就是范形的概念 非常简单 好到现在为止 有没有同学有疑问的 有没有同学有疑问的 是有没有同学有疑问的 我可以在这边 在这边 这么说 对